謝謝主席 誰來跟我對話一下 兩位誰來 我們請經濟部審次長 我們輕鬆地談一談 因為我們最近問題太大了 那個 好 委員好 沈長次好 委員好 來 理想 理想中的這個自由貿易 貿易自由化對原來國內產業的 以及引起的相關方面的衝擊 理想上怎麼去處理 最後目標理想上是什麼 想說設定一個目標吧 不是啊這個 討價還價說你損失多少錢 我補你多少錢 不是這樣子吧 這是消極的 最主要呢 我們也一直希望就是 平常我們把一些比較屬於 弱勢的產業啊 我們就是平常呢 就是預防性的輔導 就把它輔導 譬如說它是屬於內息型的 那我們就這時候把它講 對 我知道啊 我們都知道啊 但是我們要支援 因為要因應自由化的衝擊 要支援這可能 受損害的這些產業 消極上去救濟 積極上去轉型去提升嘛 那目標啊 目標很簡單啊 這個產業的 這個產業的 平均薪資不能降低 這個產業的平均生產力不能降低 OK 然後因為有些進步啦 有些 被 這個不公平的競爭 因為國外能力強啊 國外這個競爭力強 所以這一部分的損失 你用轉業的方式 轉型的方式把它移掉 或是用救濟的方式跟它補充 就這樣一樣 所以你控制總的 你不要總的抓不到 結果個別的跟你要 要的時候再討價還價 最後一拖再拖一年 又一年就整體上就惡化了 所以連那個 本來認為說 自由化會 透過更公平的 更充分的競爭 而提升生產力的 最後那個產業 也變成產業了 產業變成產業了 這不是笑話嗎 所以 經濟部 不是在管行政啊 是整體經濟結構 體質調整的治理 這很重要 鼓勵涼幣 妻子類幣 鼓勵涼幣提升 改善 待淘汰的當然要淘汰 在淘汰以後 他如何有新的生機 這些被淘汰的企業 老闆可以倒啊 但是勞工的就業 勞動的安全 不能退步啊 那現在整理上 不自由化 走不出去 自由化 大門敞開 人家進來以後 我們到處承受不了 這就是問題 這不是針對誰 因為台灣到目前 已經到了一個不改革 不翻轉 沒辦法走下去的地步 大家不要騙自己 在位子當部長 昨天在批評政府 今天當部長 就說很好 所以沒有當財部長 都台灣財政會希臘化 一張的部長說 都沒有這個問題 你應該勇敢說 真的有這個趨勢 我們如何把它 翻轉 應該是這樣 所以自由化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是 經濟的小國 也是經濟的弱國 我們只能在夾縫當中生成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小 所以我們只要懂得 在國際空間裡面 找到定位 找到空隙 一擠 我們就擠進去了 一努力 就衝過去了 頭過 心過過 這不是困難的 我舉個例子 我一個好朋友 有一次跟他講說 抱歉 我們都很愛台灣 但是我先向你抱歉 我必須到中國去 因為他是孫藍 順利的 所以他不會說到中國去 我不去的話 上游也去 下游也去 我在工廠 以後沒有出路了 我那時候說 真的這樣嗎 你工廠很小 你這個產品 也不是細氧工業 你為什麼要到中國去 除非你要擴大 他說 是不去不行 不是為了擴大而去 結果三年後 他哥哥現在在坐牢 他自己連累脫跑 跑回來了 三年損失幾千萬 不聽我的話 那後來 他回來 他怎麼辦 我說你一定有辦法了 你沒有去過的地方自己去 他中南美沒有去過 結果他去中南美 跑了幾趟以後 他就拿到訂單 他現在很穩定 已經穩定五年以上了 中南美的市場 他自己開發出來了 怎麼沒有 台灣比上不足比下有益 人家看不起眼的 對你來講 可能是唯一的機會 是獨特的機會 這個理論上 原則上是這樣 但是自由化不要怕 怕是自己的因應 那目前 維持我們的因應 真的是不行的 你看 你自由化怎麼會變成農地休耕呢 土地永遠都缺乏了 應該充溫利用 總會變成休耕呢 如果種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就沒有市場了 那你可以種其他產品了 所有的產品都沒有市場的時候 你可以轉移 做其他用途 總會變成休耕呢 這是因應有問題 那休耕在補助 那表面上是經濟的支出 其實它是變成福利救濟的支出 不是經濟的支出 是救濟的支出 那救濟以後就是做之三空 就是拿勤勞的人 創造的 這個價值 來給 沒有作為的 沒有貢獻的 不生產的 給他 給他報酬 這對嗎 這對處罰 你自由化主要是處罰認真工作的 處罰進步的 那怎麼會 會良幣氣質類幣呢 那一定是類幣氣質良幣的 大家都會假裝我是弱勢產業 我是被衝擊的產業 他不敢裝進自強 所以基本上 問題太大 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抓住基本的原理 重新思考 要不是 沒有政府的資源是不行的 開發新市場 重新做國際行銷 比上不足比下有意 美國市場沒有我們的份 其他的市場有我們的空間 就這樣 像台商你鼓勵他回來 他回來幹什麼呢 鼓勵他轉移陣地 你在外國那一套已經有經驗了 你到其他地方去可能發展的更好 轉移陣地啊 不是回來啊 回來 我們國內的已經過了 叫他提升就好啦 他可能到中國去回來 台灣提升自己嗎 不可能啊 所以到了美國去 誰美國的 誰歐美的 回來台灣提升自己 這個一般來講還比較可能 不是嗎 結果就要鼓勵台商回來 回來第一個要土地 第二個要外勞 所以有這些基本問題 只要坦成一對 真的動動腦筋都可以處理 這是原則上的一點 再來就是馬上面對更多的自由化 所需的這些努力 不管這個 泛太平洋的這個 經濟夥伴等等 但是他的可能的衝擊 你要面對啊 這一次要準備好了 比如說我一定要加入 一定要加入 你要有勇氣說 我不一定要加入 如果對我不利的話 我必必靠你 心理上你要怎麼準備啊 講出來他的傷感情啊 講他的越南之大 但是你心裡沒有這種準備的話 一定輸的 一定輸的 所以在台灣的發展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如何起始回生 經濟部扮演重要的這個角色 過去那一套 那一套企業輔導的方式 是不是要改變 好的留下來 不好的要改變 因為 你可能輔導的對象 你自己很清楚嘛 你所輔導的對象跟你見面的人 是不是五年來 十年來都是那一群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要檢討 那新的值得我去輔導的 值得我去跟他合作的 在哪裡 為什麼我沒有見到 現在第一代的企業家 目前十字路口 第一個 六十歲了 六十五歲了 但是他技術正成熟 他市場呢 正在發展 這個時候他身體不行 這個時候他找他的第二代 沒有接上來 因為血的跟他 以前做的不一樣 這些問題 在怎麼處理 不是只有農地 沒辦法 有原來的農民繼續工作問題 現在的企業 都有 誰來接幫的問題 但是那個企業是好的 現在生意正好 我遇到的台南那邊很多 身體不好了 到我家吃飯 問我說怎麼養生的 怎麼三高可以降下來 他不敢告訴人家說 他現在天天吃藥 但是他現在訂單接不完 他準備退休 退休就是關掉 像這樣的 少嗎 太多問題 所以你真的要跟企業 完全的契合 你跟新的脈動 要完全的掌握 你才能夠進行 實際有效的經濟治理 要安內 再能然外 內部先健全的 才能去跟人家談自由化 這很清楚的事情 應該化被動為主動 化消極為積極 然後全球的視野 進行 對我們自己最有利的 這個定位 跟方向 不一定是藍進什麼進 那個什麼進都騙人的 進一次都已經 已經這個 剎以而歸的 正所謂進一次就 剎以而歸 你第二次看看 藍進不是失敗過嗎 我不客氣講 藍進不是失敗過嗎 為什麼 不是藍進不好 是你沒有配套 是你沒有準備 是你沒有主動 是沒有機器 是你沒有掌控 那個市場的佈局 我去是幫你掌控 我未來要的佈局 所以你是配合我 讓他以後就不得不依賴我們 有嗎 那你叫什麼進 那逃啊 不是進啊 那是轉進啊 不是什麼進啊 轉進就是 投降的意思啊 就是失敗的意思啊 國民黨不是轉進台灣嗎 那轉進是什麼 我們經濟不能再轉進 我們經濟真的要這個進步 那不是用轉進的方式 中國繼續留在那邊有什麼關係 重新調整步伐 重新回來開會 怎麼對付他 台商怎麼團結 政府怎麼做你的後盾 你說要和平 好 我就叫你真的不敢去 這個違反和平 但是要和平就要我繁榮 不要你繁榮 假和平 結果我這個蕭條 那什麼是和平呢 那是被吃掉啊 不是嗎 所以經濟治理 絕對是未來新政府 所要的這個使命 謝謝 好 謝謝徐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蘇清泉委員